完了兄弟们 把车钥匙又落在里面了 看一下车两边全部锁起来了 我都不记得 我这是第几次把钥匙落在里面了 看一下得想办法 把门打开才行啊 给车逛了一圈 发现这里是用绳子板的 然后我背了一包火机 只能把它给烧开了 冷痛割爱啊 哎呦 烧开之后 我们只是要把手 这样子 把手伸进去 把这个拟铺 哎 给它拔起来 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这是第几次 把车钥匙落在车里面了 之前那两个窗户没坏的时候 真的是把我给挤死了 不过现在这个窗户坏了 我用绳子板起来的 每次只要我落钥匙 基本就是把这个绳子割断了 这里面取出来的 一个冰箱 一个梳妆柜 里面还有个小小茶几 一个大带子 这就是这一趟的货了 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下这段货搞得会有多酸 按照正常的导航的话 是需要经过这个海湾大桥 然后再才能过到卸货这里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做浓渡过去 直接就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到这里了 这样的话可以将近省了一半公里左右 这些导航显示41公里 我们跑过去看一下真正需要多少公里 出发 来慢了两分钟 看到没有 人家这趟船已经开始发船了 看来我们还得等个十几二十分钟 才能等到下一趟船 现在我在码头这里显示还有41公里 我说少给大家看一下 一会的话我就直接坐船 从这里 直接就到这里来了 你们看一下可以省下这么大的一个网路 到时候我们到对面来看一下导航显示 最后还显示多少的公里 我们跑这一段 这就是我们省下来的钱 经过十几分钟的等待 终于是已经来了这一趟船 现在工作人员把门打开了 我们只需要把车稳稳的开上去 停在第一个位置 接下来我们好好欣赏一下 占将平均三千块钱的工资 它的一个海景是怎么样的 言之 的 哦 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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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间少了20公里 看到没有 现在只有21公里的